华尔街日报最近爆料了一个消息,可能会严重影响乌克兰军兴士气。 因为西方的援助一拖再拖,乌克兰已经被迫印钞打赵了。 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责恋斯基政府光维持当前的摊子,每个月至少有50亿美元的缺口。 到年底预算赤子预计更将超过500亿美元,如今的局势下,光靠本土的税收肯定是不行的,主要还是得靠西方援助。 俄罗斯官方说得更狠,认为乌克兰实际上已经破产,不存在财政独立了,完全就是在依赖西方续命。 然而对乌克兰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处在西方援助上面。 首先相比前几个月,西方打前和对武器都太不积极了。 俄乌战争刚开打的时候,西方整得挺热闹,各种角度对乌克兰这样一个欧洲国家共情。 但战时打到后面,这个热情慢慢就消退了,这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有啥区别。 除了让现实越变越糟,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什么? 过胜,击败俄罗斯。 从实力对比来说,二毛凭杀熬过大猫,这根本就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唯一的悬念就是二毛能抗多久。 所以我们看最近俄美博弈,不管是对乌克兰的几种打击还是高调支持, 不管是对欧洲的强行绑定,还是能源反制,美俄斗来斗去, 其实本质上就一个焦点,那就是提振或者降低乌克兰的士气,以及欧洲对战争的支持,在能抗多久这个变量上拉出。 别看美国一副撑腰到底的样子,只要看最近白宫官员在美媒上露的口风。 对于乌克兰能不能顶得住的问题,如今美国人心里其实也没底了。 至少现实是骗不了人的,乌克兰把反攻的口号喊得在想,拿什么组织反攻? 拿什么收复师徒?又拿什么去挡住俄军在奥德萨、哈尔科夫等地攻势? 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注定了的。 当然了,白左肯定会说,哪怕注定要输,乌克兰现在是西方力量和价值观的象征,是不容投降的,打不赢也要打到底。 这话放在俄乌刚开战,西方人热情高涨的那会,或许是对的,但现在的责恋斯基政府。 已经撑不起西方人的这种期待了。 咱们就看俄乌开战后,泽连斯基干的那些事,借口反对俄罗斯封禁十多个反对派政党,将乌克兰电视频道合并,国有化,打造一个完全听从泽连斯基的单一宣传平台。 通过密令的形式,取消一些乌克兰公民身份,包括县人的首都基辅市长,以叛国罪名义解雇多名高官,包括一串安全官员和国家检察总长,被基辅。 帝聂伯登主要大城市市长指责独占援助,并借战争削弱竞争对手。 这些更像是西方针对普京的报道视角和所谓西方价值观是相抵触的吧。 所以西媒现在也给泽连斯基戴了顶心帽子,戴有极腹咆哮的西方自由主义独裁统治者。 这种背景下,就连明面上最支持泽连斯基的白宫和泽连斯基之间,也存在深深的不信任。 更别提已经嘲讽成一片的西方老百姓了。 所以前两个月乌克兰还是美欧政客的打卡地,现在你看有哪个政客还去打卡的? 有意思的是欧盟外长伯雷利还对媒体吐槽,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去了趟非洲。 向非洲人宣传当前的经济局势都是西方制裁造成的,结果西方媒体一路跟踪报道非常积极,对他的观点一再重复。 但换成伯雷利去非洲给西方反而做宣传,聚光灯没有了,热度根本没炒起来。 博雷利还当众发出了一个挺天真的呼吁,报道我,别报道拉夫罗夫。 放在几个月前,你能想象。 这说明什么? 说明西方支持乌克兰的动力,已经从上到下地瓦解了。 在开战之处,西方政客在民意裹挟下有多支持乌克兰,现在同样被民意裹挟,对乌克兰就有多冷淡。 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西方不积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乌克兰要的太多了。 现在的财政援助不算,战后乌克兰重建至少还得花七千亿美元,接近乌克兰2020年生产总值的五杯,这就是个无底洞啊,谁积极谁就得被拖死。 所以美国一直在把欧盟往前推,而欧盟就干脆躺得上装死,而武器援助的风险就更大了。 目前乌克兰军事冒险的氛围很重,比如之前泽连斯基有承诺,乌克兰不会用美欧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但现在乌克兰方面把之前的说法推翻了。 对攻击克里米亚大桥跃跃欲试,这就可能引发两个严重后果,要么点燃引线,造成北约和俄罗斯直接开战,要么越过攻击俄罗斯本土的红线,在欧洲制造核风险。 哪一个都是西方国家不想承受的,尤其是受伤最重的傻大户欧盟,最怕的就是战士持续或者扩大,因此不管是财政援助还是武器援助,都给得扣扣搜搜,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比如财政援助方面,5月份的时候,欧盟承诺要提供90亿欧元长期贷款,但现在只到为了10亿。 事实上从2月开战至今,欧盟总共也才给了22亿,如今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已经完全躺平了,一提欧盟担保的低息贷款,直接就是俩子不给。 8月初的时候,泽连斯基还亲自出来发过标,不点名地批判欧盟认为拖延给乌克兰的财政援助,警告他们要纠正错误,但批评完了,欧盟那边没一个人出来答话的。 但比如武器援助方面,现在对乌军援最积极的主要是美国军火商,不过因为产能限制,供货遇到了瓶颈。 而欧洲那边呢,大国一个比一个会装傻,德国的火箭系统依托再托,最近终于同意向乌克兰出售一百门榴弹炮了,结果不光提了架,还得几年后交货。 这意思很明显,卖给你战后重建国防用的,不是给你惊天打仗的。 法国也鸡贼,法国的国防工业发达吧,马克龙喊口号的调闷糕吧。 但落实下来,对乌武器援助至今才1.6亿美元,任波兰就援助至少18亿了。 可以说欧盟对乌军援,现在也就是靠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这几个东欧国家撑场子。 但这些小蚂蚱浑身又能有几斤肉呢? 除了西方援助不积极之外,另一个问题是乌克兰的腐败太严重了,好容易忽悠点援助过来,最后都被下面的人给分了。 最近美眉公布了一个名为《武装乌克兰》的纪录片,说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穿过了边境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最终只有30%左右的武器装备送达了前线。 中途发生了什么事呢? 简单来说就是遇到了一张权贵、寡头、官僚、错综复杂的腐败网络。 要知道乌克兰的军队,大部分操纵在有权有势的寡头手里,类似寡头和权贵的私人武装。 所以对武器这类资源的争抢非常激烈。 而且寡头和寡头之间派系伶俐,这就决定了泽连斯基对这些地方军头的管控能力有限。 整个乌克兰就没有一个能够分配资源的权力中心,甚至泽连斯基和他的心腹,他背后的寡头,本身就是这个瓜分网络里的一个重要部分。 于是这些武器从波兰南部运到边境后,被装上一辆辆不知试水的卡车、火车甚至私家车,被拖到哪里,给谁用,完全视笔糊涂账。 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其一,本来西方军援就不积极,加之现阶段的重武器输送困难,运过来一架都不容易。 结果泽连斯基天天刷脸要武器,但乌克兰前线的士兵却始终缺少担要不及。 打仗打得紧巴巴的。 头两个月,开局气势正高的时候还好,毕竟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北约在乌克兰多年的经营,底子还是有的,但随着局势逐渐转入不力。 这种缺少担要对士气的打击,就开始越来越明显了。 比如战场上经常出现林郑抗明,甚至成建制举手投降的现象,比如国内开始抵制征兵。 普遍认为征兵失去当炮灰,导致乌克兰当前征兵工作非常困难。 所以从这个维度看,战争揭晓胜负的时刻,或许就快到了。